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金氏说房》 我是KimSai 今天这一集视频要带大家去实地考察工程进度 因为最近有一些新闻关于烂尾楼 而且我之前介绍的项目都是属于Under Construction 等于顾客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给顾客一个安心 我会去回顾七个项目还在Under Construction 现在做到怎样了 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出发 Let's go 第一个 Melden Heights就在我身后了 我第一个全介绍的视频就是从这边开始 OK 它的秀楼也是撤掉了啦 现在的话已经见到第差不多七八楼 最高是三十五层楼嘛 它的那个Infinity Pool 所以预计会在应该是2025年年尾将会完成咯 然后International卖完了 Booming Release 开发厂商会开没有 OK 然后你可以看那边 那个是新楼快铁的那个柱子啦 以前没有的 因为前面那边在Construction就不方便走过去 可是它已经从那个海上走过来了 OK 这边走路去到关卡的话 也是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我们去看第二个 第二个项目也是可以走路到星山观察的 这个是复利公主丸 看到吗 它是已经要拿钥匙了啦 在远方看啊 卡巴也是已经开灯了 这边的话选择就还有 Studio 一房二房三房四房 双钥匙都有 去走路到星山观察 要买东西 这边有 shopping mall也很方便咯 OK 我们去看下一个 再来是第三跟第四个的 Under Construction项目 By MB World Group Verenda Residence 跟Trellis Residence Verenda Residence的话 现在目前已经完全卖完了 OK 然后年尾会拿钥匙 OK Trellis的话 现在目前还有 一房跟一家一房 比较小的款式 这个是Block B 这个是Block A 顺便也打下网告 在它的Glock B 会开一个第三个phase 叫做Avenue OK 11月7号的时候会选单位 我们会有一房二房三房双钥匙都有 OK 外国人400千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这个video的时候 是已经开卖了啦 我们去看下一个项目 第五栋 Space Residence 在Daman Century 可以看到吗 现在差不多封顶了 最高在61栋 OK AB 后面的hotel也是已经封顶了的 在JB算是第二高的building 第一的话是Astaka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卖完了 你可以看它下面头已经游戏 是蛮快的 预计2025年中 这样就完成吧 这样就完成吧 看下一个 第六 Alipides 现在已经坐到第15楼 这边的话是高号桌 我们会有两个block Block A跟B Block A的话是在21楼 Block B22 所以我们预计明年尾 或者是后年头就可以交钥匙 By MB World Group OK 可是已经卖完了啦 International Lot 又在卖Boomy Release 外国人不可以买 350年就有啦 And Block B的话 因为它坐不够高嘛 看不到 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是看得到的啦 这边是它的car park OK 我们看下一个 第七个项目 也是在Dumboy Central Park 也是8899要完成了啦 已经封顶 看啦 楼下的店面也是在坐这了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block在后面 等一下我们过去外面看 这个项目也是还有单位 有一加一房 一加二跟二加二 如果不想等太久的话 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考虑 应该多 maybe三个月就可以比较死了 OK 我们过去那边看 另外一个block也是完成了 它有数码边 是设施楼层 楼下的店面 也是差不多8899了啦 那它对面这边existing 也是有店面 像99 Speedmark啊 那边有restaurant 然后往下走 就是去到板栏的area咯 今天我们一共回顾了七个项目 OK 第一个是Mildern Heights 跟富丽公主玩第二集 走不到青山关卡 最后是Verenda 跟Crelis 再是在Tumman Century的Space Residency OK 最后是在Tumboy的Aliff Heights 和Center Park 加多一个Avernue 看看LongChin的项目 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